钱真是个好东西,能谈出人性,看透人心,灵异,友情,钱,世界也有益的事情是,我们周围常有这样的朋友,他们不谈钱,只谈感情,你不是英语好吗?帮我翻译一篇资料呗,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?帮我修一下电脑呗,你不是文笔好吗?帮我写篇总结呗,也有一些朋友,他们从不谈感情, 那每次聚会,总是抢着买单,当然,还有一些朋友从不买单,钱,能让你看清身边的朋友,那个是真心,哪个是假意,吃饭抢着买单的人不一定真有钱,但一定很大方,怕把友情看得比钱还重,而总想省钱占朋友便宜的人,自己做事也不会太大方,常会对任何事情都群衡律毕,斤斤计较,这样的人, 还是少结交为好,钱,世界也有益的事情是,如果你想快速看清一个人,那就向他借钱,或者借钱给他,立嘉诚说,什么最难,借钱,肯借钱给你的人,一定是你的贵人,如今,这样的贵人不多,遇到了,必须珍惜一辈子,闺蜜小文就是我的贵人,前两年,我买房,交手付钱不够,向他借钱, 他毫不犹豫,就把钱打给我,就祝福我,你先拥着,不着急还,而我马上写下借条,还保利西先付给他,他说,朋友之间,给利西干嘛,我说,亲姐妹,你要明算账啊,越是自己,越要清楚每一笔钱的分量,不能因为钱赏了感情, 两个月后,我一有钱,立刻就还给了小文,在你困难时,他借钱给你,不是因为他钱多,而是他真心想帮你,他借给你的不是钱,是信任,而你不占朋友协议,保持朋友间该有的分寸感,这才是最好的朋友,可很多时候,借钱给别人, 变成花钱买丑人,借出去的钱,常常是靠着撕破脸皮要回来的,朋友小婶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大学生,这位大学生刚来没多久,就开始找同事借钱,小婶想着年轻人出来乍到,缺钱停留客员,于是就借给他一千元, 可是,那位大学生平时偷好烟,穿名牌,潇洒得很,却从来不提还钱的事,过了几个月,小婶终于憋不住,拉下面子让大学生还钱,大学生愣了一下,但态度挺好,最近手头有点紧,先还七百,剩下的下次再还,可剩下的三百元,再也没还,小婶也不再追了,就大花钱十人吧,学者留心租过一个吊子, 结果显示,借钱后八七足额归还的人,只有百分之二十四,借钱后表面还好,但已经不再相信对方的比例高达八成,钱真是个好东西,能探出人性,探透人心,不过,还是少有借钱这种方式,来试探人性,讨厌友谊,结果伤不起,第二,亲情,谈钱,伤感情,小学课本里, 有这样一篇文章,小彼得每天帮妈妈做事,有一天突发奇想,开一张手款账单寄给妈妈,所取报仇,于是妈妈发现她的餐盘旁边放着一份账单,上面写着,母亲见她儿子彼得如下款项,取回生活用品,二十分迷,把挂号件送往邮局十分迷, 在花园帮助大人干活二十分迷,彼得一直是个听话的好孩子,十分迷,共计,六十分迷,妈妈看完这份账单,什么话也没有说,晚上,小彼得在她的餐盘旁,找到了她想要的报酬,正让她如愿一场,要把这笔钱收进自己的口袋时,突然发现餐盘旁, 还放着一份给她的账单,上面写着,彼得欠她母亲如下款项,为在她家里过的十年幸福生活零分迷,为她十年中的吃喝零分迷,为在她生病时的户里零分迷,为她一直有一个慈爱的妈妈零分迷,共计,零分迷,小彼得读着读着,休腿半分,拖了一会儿,她捏手捏脚的走进妈妈,将小脸蛋藏进妈妈怀里, 小心翼翼地把那六十分迷塞进了妈妈口袋,你小时候,父母养于你长大,花费的心血难用金钱来衡量,同样,当父母老了,你也必用钱来当孝心,父母不需要你买的高档营养品,先进了保健仪,强大功能的手机,他们需要的是陪伴,不是钱,教会他们用手机,在他们外出走一走,给他们讲讲超流心智, 让他们感觉自己永远年轻,永远有用,永远跟得上这个时代,这才是最好的孝顺,父母与儿女谈什么,别谈钱,谈钱,伤感情,亲情不会因为钱增进或减少一份,第三,爱情,不谈钱,财伤感情,钱,是简然爱情的照妖镜, 有位读者讲他运入六零零零,交给老婆五千,自己只留一千,平时不管是买衣服,还是人情往来他都自己解决,孩子给父母带,老婆也有工作,本以为能少点钱,可到了年底的老婆才知道,家里一毛钱都没存下,但他还欠着几万块,他说,老婆用钱无赌,没办法, 他是我的女人,远嫁过来,不能让他觉得,嫁我后悔,我目前给不了他大富大贵,但也不能让他委屈了自己,越爱你的人,越会主动为你花钱,他的钱花在哪里,他的心就在哪里,徒雷说,钱不是简然真爱的唯一标准,但是钱可以测量感情的深厚,虽说肯为你花钱的人不一定爱你,但不肯为你花钱的人一定爱你, 最近有个新闻,一对夫妻或年纪女帮娘家拜年,妻子想带一万元回去帮红包,丈夫坚决不同意,两人大吵一架,后来,妻子还是私自带了一万元回娘家,回来后,夫妻进入冷战,之后因为一件小事,丈夫再也控制不住怒火,抓住妻子的头发把他摔倒在地,拳打脚踢,邻居却冷好半天才拉开, 爱你的人,生怕给你的钱少了,只有不爱你的人,才会嫌你要得太多,有研究显示,70%的离婚,都是因为金钱矛盾导致的关系破裂,另一项调查显示,钱是夫妻间吵架最常见的导火索,夫妻为钱吵架的平均次数,是每个月三次,多少夫妻在谈恋爱时,因为不屑于谈钱,或爱于面子休于谈钱, 结果婚后未嫌闹的鸡飞狗翘,打得头破血流,生活是残忍油盐,不是风花雪月,真正的爱情,就应该堪成不公,他一谈钱,谈钱不是斤斤计较,是基于信任的平等交流,是对现实的清醒政治,与婚姻价值观的磨合,是对婚姻中各种需求的理性筛查, 是对彼此重要目标的成全,谈钱不物质,不丢人,好的爱情,谈钱与谈情是一样自然的事情,情侣之间最好的关系,莫过于互相谈情,主动谈钱,说谈钱伤感情,不是因为钱太俗,而是因为感情太脆弱,不谈钱,才伤感情,金钱观是否一致, 决定了你的爱能走多远,因此,你对待金钱的态度里,藏着你的人品,你守得给朋友,母母,爱人花钱吗?愿意借钱给亲朋好友吗?乐意力所能及的,包住不认识的人吗?做生意愿意吃点亏少的一点吗?一个人面对金钱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,那才是真情流露,无处隐藏,有时候前真是人性的世界时, 区区几十,几百块钱,就能让你看清楚一个人,其实,对待金钱的态度也能折射出你做人的态度和底线,全品就是人品,全品好的人,人品一般也差不到哪去,如果有一个人,对朋友,看得比金钱还重,对父母,愿意花时间和精力陪伴,而不是花钱,对爱人,把好好谈钱当作和谈情一样自然, 这样的人,人品怎么会差呢?愿我们每一个人,都努力挣钱,无论是面对亲情,友情还是爱情,都有力气进行花钱,不辜负每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本频道